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森去旅行 这位呢就是我的男闺蜜王子同学了 哈喽大家好 又见面了 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 卫辉的这个叫政国塔 非常气势辉煌的一个塔 一个建筑 小森我考考你 你知道为什么 这叫叫政国塔吗 是不是要震住我们的国家 就感觉这个名字 好大气 对 很雄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很大范的一个感觉 其实这个塔 还叫做 灵硬塔 然后这个塔呢 为什么要建在卫辉这个地方 政国塔呢 是咱们的这个 卫辉市的一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是我们河南省的一个 文物保护单位 那它这个政国塔呢 是 明万历十三年 然后当时的 卫辉之府周思辰 修建的 明万历十三年呢 就是公元的1585年 当时修建的 为什么要在卫辉这个地方 修建一个政国塔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啊 咱们这个卫辉之府周思辰 觉得卫辉这个地方 政国塔修建的这个地方 是咱们当时中国版图 雄基的心脏的位置 所以他觉得 这儿是一块风水宝地 把这个政国塔修建在这个地方呢 能够护佑一方民众的这个 安全与幸福 然后觉得能够护佑国家 护佑人民 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塔又叫做 郑国灵印塔 非常的 其实宏伟的一个建筑啊 那咱们就带着我们的粉丝们 一块看一看 好不好 好的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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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翅高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